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反对B20提交的这个政策建议 什么是B20呢 B20实际上跟G20相关 就是今年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将举行G20的峰会 在这个峰会之前呢 B20要开个会 B20实际上是工商业的一个峰会 也是G20范围内 那么这个峰会呢 主要是给G20的这些国家领袖提供政策建议 这个政策建议呢 有可能在G20峰会上 这个变成一种这个国家元首的一致行动 所以呢 这个中国国际商会抗议的是什么呢 抗议的就是B20出的这个政策建议 这个政策建议里面有什么内容 让中国方面进行抗议呢 实际上我那个看了一下 这个B20的这个文件 政策文件里面有一个文件 它有好几份文件 它叫这个政策 叫Policy Paper 它这个文件里面呢 有一个专题文件 是什么呢 是贸易和投资方面的 就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一个政策建议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提到了 这个 在给G20的建议里面 第一条就提到了 要关注 国有企业 对市场的扭曲 这种扭曲 主要是通过 政府补贴 或者这种权力的应用 来产生的 那么 当然这里面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就开中民意 讲到了国营企业的这个问题 这后面呢 当然它还有一些行动建议里面 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措施 这些措施呢 我看了一下 主要 针对 国际贸易和投资范围内 出现的新问题 实际上这些新问题 很多都是由于或者因为中国的崛起啊 带来的 这个问题 第一条他们列为国营企业的 这个问题 第二条呢 也跟中国有关系 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数字时代啊 具体在国际贸易领域里面 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 比如说如何 促使数字数据 的这个自由流动 同时呢 要保护 个人的隐私 同时呢 要保护 数据本身的安全 就是你不能偷数据 你也不能强迫 别人把数据放在哪里 你也不能这个强迫 去看别人的数据 但是你还要让数据呢 能够留到他想 留到的地方去 就是说 数据的产生者 让他留到的地方去 那么这一条呢 其实也跟中国的这个 行为有关系 也是针对中国的意味 比较明显 尤其他讲到 对数据的出统的地点啊 这个方式啊 这方面的选择 一个完全由owner 由这个所有者去选择 国家不应该去强制干涉 这就指在中国 中国前一段时间对这个 Google 苹果的这个数据啊 进行接管 中国的数据进行接管 那么B20的这个建议啊 本来是 一个建议 一个给G20峰会的领袖的一个建议 在这个建议的过程 这个出台的过程中呢 那中国当然进行了这个 反复的工作 反对 反对 但是呢 现在看来是反对无效 阿根廷呢 就出台了这个文件 因为阿根廷是东道主啊 他主导这次会议 对吧 这告诉大家一个什么 告诉大家 在B20峰会上 工商界呢 基本上对中国的这种行为啊 提出了质疑 或者是 所谓的中国模式啊 已经成为 全球 贸易和投资领域 的一件大事啊 人们希望约束 中国模式 所以呢 这个文件里面出台的很多政策 就是针对中国模式啊 所谓中国模式啊 我再 这个 呃 阐述一下啊 中国模式 我昨天把它叫做 呃 黑白经济学 你可以把它叫做 颠倒黑白经济学 有人把它叫 统治经济学 什么呢 就是有计划经济 有市场经济 啊 计划经济 去 这个 管控 有关国家 发展的 重大的 啊 这个这个 战略性的 这些产业 啊 市场经济 就拐 吃喝拉撒 对吧 外围的产业 然后呢 这个中国模式里面 啊 很重要的一条是 计划经济这一条 这个领域里面 几乎都是国营企业 而 市场经济呢 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那么 国营企业 通过权力杠杆的应用 政策的应用 补贴的应用 赚取了大量的利益 啊 这个维持这个政党统治 那么 我们说计划经济 它又是这个统治经济学 它又是黑白经济学 它有一块是黑箱作业 它没有规律 没有种子 完全是维护 这个执政者的利益 有一块呢 是大白于天下的 就是市场经济那一块 但是恰恰是 跟 普世的这种 市场经济体系啊 相反的 普世的市场经济体系里面 要求把政府的行为 国有的这些企业 要大白于天下 让人们监督 要有透明性 而私人那一部分呢 你要保护 所以呢 中国刚好的 中国的经济体验 跟西方经济体系对比 那就是黑白跌倒 跌倒黑白 这个统治经济学 在国际上呢 反复的 我反复的说过 拥有国家权力 来推进 大型企业的这个扩张 走上层路线 用普京的话说 用俄罗斯的话说 就是通过输出腐败 拿下这些领袖 拿下大型项目 然后呢 建立 中国式的 这种统治模式 这个中国模式 现在是发达国家 比较忌讳的 或者是比较痛恨的 一种模式 因为它跟发达国家 基本价值浓礼啊 是冲突的 但并不意味着 这种模式呢 在全球啊 都受到这种 这个讨厌 业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很多国家里面 这些统治者本身啊 也是心怀鬼态 想把自己的统治的 这个地位啊 加强一下 苦欲没有工具 没有方法 碰上了中国的资金 中国的模式 一拍即合 对吧 这个输入中国模式 所以这种模式呢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还是有市场的 尤其在一带一漏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那么对于西方国家 尤其美国来说 现在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 打得很激烈 那么回头想一下 美国既是给中国 全部的产品征税 又能怎么样 美国要求中国 不要这个 要降低关税 要降低这个贸易障碍 要降低减少补贴 实现国企的补贴 对吧 那么美国提出这些要求啊 仔细一看 就针对着中国模式里面 统治经济学里面 计划经济的那一部分 美国不喜欢这一部分 像希望中国去掉 或者他希望通过贸易战来打掉 但是很难 坎率讲啊 通过贸易战 即使美国和中国不做贸易 中国也不大可能 在当前的情况下 去掉 这个对计划经济 对国有企业的那一部分的 这个控制权 因为这是中国的执政基础 这是中国自上而下 整个官僚体系 共同的认知 不能没有这一块 没有这一块 我们没钱了 没钱了 我们就 没法养枪了 我们没有枪 我们什么也不是 虽然口头上说 有三个四个自信 其实就一个自信 有枪 枪怎么来的呢 有个基础 公有制或者国有制 或者党有制的那种基础 基础 那么美国当然看到这一点 美国希望去掉这一点 这就涉及到 美国能不能通过贸易战 来达到这个目的 显而易见 中美双方都知道 达不到 那么美国肯定要求 中国进行变革 怎么办呢 他认识到 只有让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才能实现他要的 这些经贸领域的目标 如果没有政治改革 单纯的贸易战 中国实际上是不怎么害怕的 中国可以牺牲几亿人的福祉 可以牺牲从西埃与东 大城市的这个福祉 可以跟美国抗衡 前提是保住 中国的执政团队 执政党 那么 美国会不会跟中国走到这一步呢 美国当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美国是一个理性的国家 他当然希望用最小的成本 最小的代价 来实现政治和解 来实现 这个来化解经济冲突 所以 美国当前的必然选项 就是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 你不能 在经济上 只对中国征税 然后保留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这显然不是美国的目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在经贸裁判方面 应该更进一步 我说没用 美国要的已经不是经贸方面的这个问题了 也不是利益了 利益他当然是要的 但是他更要长久的利益 什么是长久的利益 国家自动主义存在 就不存在长久的利益 中国模式如果到处进行扩张 就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 所以美国的重点 要在于打掉中国的中国模式 促使中国进行改革 这一点 应该是 美国内部达成一致的看法 现在也应该成为 或者是很快就会成为G20 这些发达国家共同的看法 因为当美国都感觉到 受到威胁 受到挤压 受到这个歧视 的时候 那么其他哪个国家能顶得住呢 是无力顶得住的 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里面 有团队合作的这种价值 这种精神 他们认识到 要跟美国站在一起 否则 他们自己的前途也不保 所以啊 在安庚廷的G20峰会上 这个很有可能出现 一面倒的情况 就是全球声讨 SOE 就是国有企业 国营企业 全球声讨 中国模式 然后施压 中国进行改革 那么 当然中国压得太厉害 中国的这个 这些国家领导不去了 怎么办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我看B20的这个 Paperwork 就是这个Polity Paper 它的建议文字写得比较温和 就是它没有完全说 一定要针对中国 它只是说 要针对中国的这些现象 国营企业对市场扭曲 国营企业扭曲不扭曲市场 当然扭曲 国营企业最主要的是 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信号 能让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因为它不计成本的 它就不能 有效的通过市场手段 达到那个均值 所以呢 这个 这一点它是提出来了 对吧 它又提出了对数据的这种保护 或者改革 这一点呢 也是很温和的提出来的 并没有完全说 中国这个像土匪一样的 把这个数据都抢去 对吧 它不是这么说 它就说 大家还是要认识到 大家共同走到了这个 Digital的这个时代 然后呢 我们怎么把这个时代呢 保护好 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要解决它 对吧 这是 这两点呢 说的比较温柔 但是很 很适合中国的 还有一个呢 这个 这一点呢 就是说他们提到了对中小企业 的包容性 要求全球 对中小企业 对全球的价值链里面的作用 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要突出 要尊重中小企业 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啊 跟前面 打压SOE啊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就是你要反对 国有资本 国有企业 对市场的扭曲 那你鼓励什么呢 鼓励中小企业 实际上就民营企业 积极地参与市场 欢迎 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打压中国 它也欢迎中国的这个 中小企业 参与全球的这种 产业链 价值链的这个活动 那么 这个 这是一个文件 B20和C20 共同还出了另一个文件 这也是 我感觉啊 跟 针对中国的味道有 是什么呢 这就是关于 这个 叫透明国际 它的关于这个 全球贸易的透明性啊 或者这个 对国有企业的 专门针对SOE的 透明化的管理 这方面又出了个文件 这个文件 明确说到 中国的企业 国有企业 透明性太低 多少呢 它有个打分 说全球好像是 打分 打是30几还是40几 那中国是多少呢 12.9 太低 中国的SOE管理上 透明性太差 这容易引起腐败 而且它明确提出来 全球的腐败案件 百分之80几都是输给了SOE 或者跟SOE有关系 百分之81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 提到了中国 因为为什么呢 SOE主要在中国 所以这个文件要求中国 增加SOE的透明性 怎么样去让SOE 处在市场的监督之下 让SOE的决策 透明化 程序透明化 效果 管理的绩效透明化 完全让SOE 完全让SOE置于 这个严密的监控 监控之下 否则 它就是腐败的瘟床 这个文件 我估计 这个文件本身 也引起了中国的抗议 因为这个文件 也是B20主导 加上C20 C20主要是民间企业 跟政府之间对话 也是给G20的 这个一个政策建议 那么这两个文件 加在一起 我们就看出来 这个G20上 中国不轻松啊 完全要解决掉SOE的问题 解决SOE的中国模式的问题 那么 当然西方国家 在这一点上 这些文件上 他能做出来 就说明 他对这个事情的事态 是比较理解的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 是不是完全理解呢 这个值得上去 为什么呢 我们看B20的 这几个文件里面 它都是用西方的逻辑 编写的 基于西方的法治 和契约精神编写的 但中国的问题 恰恰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的这一代领导人 当前的这一层领导人 都是在文革前后长大的 他们最缺乏的是法治精神 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 就是解放之后 没有怎么经过法治精神的洗礼 对法治精神破获最大的是文革 而这批人呢 这批当前的执政人呢 刚好是在一个漠视法治的一个环境里面 没有契约精神的一个空间里面成长起来的 这个时代 当然对他们来说是个悲剧 但是给他们也造就了 诉就了漠视法治的这种习性 这种性格特征 整体性的 阶层性的 不重视法治 所以 要理解西方提出来的 对中国国营企业进行改革 建立基于法治的 基于契约的这种商业文化呢 他们是不是会理解呢 应该是相当有难度 很容易把这种建议 看成敌意 敌视性的这种态度 如果这样的话呢 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 而且最主要的是 现在的管理团队 中国的管理团队 没有感受到法律的什么精神 却感受到了枪的精神 而西方恰恰相反 西方的现在政治文明要求 放下枪 管住权力 用法治的思想 用契约的思想 去解决问题 所以走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 所以我前面说 这个黑白颠倒 颠倒黑白 两个世界上 怎么样建立起了这种沟通的渠道 对话的精神 是要费一番苦心的 像当前这种 彭培奥到北京去 跟王毅之间 遮风相对 这种态度 估计啊 我估计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领导人很有可能就不去G20了 既然你们都围攻我 或者是施压我 但是川普总统很有可能把G20 看成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首先要对全球的这个国际贸易体系 进行这个改革 他也在这个会议上 他可能要提出来 实际上这个G20的建议里面 就有这么一条 对WTO进行改革 美国也提出了 WTO改革的一些精神 我不知道这些精神 是不是美国提出来 但是非常像 就G20的文件里面 非常像美国的口气 那么同时呢 可能要对中国进行施压 这当然是川普不愿意放过的一个一次机会 就像他在联大一样的 因为他现在把美国国内的情况都理数了 国际上呢 他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如沐冲锋啊 想要的一些目标都达到了 现在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中国 WTO也不算什么 因为WTO已经屈服了 已经愿意跟美国合作 进行谈判 B20也提出来了 对吧 改革WTO 增加透明度 增加 FDR也就是这个直接的投资 意思就是取消 这种投资 投资的障碍 投资的壁垒 在WTO里面达成新的协议 这里面写进去了 这就是美国的话 虽然是安静平主导写的 我感觉这就是美国的意思 那么当然美国会全力以赴 对付中国了 施压中国了 施压中国不是在贸易方面屈服 要进行政治改革 因为大家都认出来 中国的问题要解决 不进行政治改革 是解决不了的 仅仅解决着贸易的问题 仅仅解决着一个利益问题 国家自动主义还存在 美国照样不安全 尤其是美国担心的是 中国的当代领导人 既不太愿意学习西方的 普世的一些价值观 也不愿意听美国人去说什么 这个是挺可怕的 就是中国的团队可能很固执 坚定地认为 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学的那些东西 是有用的 坚定地认为计划经济是好的 坚定地认为 我关起门来也可以自成体系 坚定地认为 中国人民吃草可以过一年 甚至几年 坚定地认为 中国人民牺牲掉福祉 也不算什么 通过自力更生 没有拖拉机 我们也可以靠这个 点担 也继续可以干革命 所以如何改变中国执政团队的 这个思维 是放在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 G20是一个很好的场合 场所 当然美国在这之前 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 美国会施压 我个人认为在G20之前 美国绝不会放松 对中国的施压 这种施压 这种施压 在彭斯副总统的讲话里面 有一些端语 有一些暗示 在蓬佩奥的讲话里面 也有些暗示 那么谁爱动这个开关呢 川普总统 所以在G20之前呢 要关注 美国也会出一些大招 要施压中国 要倾听国际社会的这种呼声 要跟国际社会合作 共同解决 美国的关切 否则 双方之间 走到何处去 目前啊 还看不到这个镜头 如果是 双方谁也不听谁的 尤其是中国不愿意听美国的 每一次见面都是吵架 就像王毅外长一样 把这个美国团队叫去凶一动 完了 每次都说那几句话 没用啊 你得听一听美国人在讲什么 你再说对不对 你再说中美之间要进行 和平共处 主要解决问题 这话说了几十年了 问题解决了 不解决问题 而且要看到 当前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局面的是美国的力量 不是中国的力量 在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里面 存在着很多的这个空虚的地方 而美国人是抓住了这些的 所以不要指望说自己能够通过硬扛来解决问题 让美国人把川普总统选下去 然后忘掉 或者是这个中国呢 重新在跟美国大家关系 这是很难的 这是不现实 如果中国不跟美国配合 那G20就完全会变成一个对中国的一个围攻的会议 那就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 不是美国一家在行动 也不是只有西方国家在行动 西方的一些国际组织也会 他们控制的国际组织也会行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包括WTO 甚至包括国际刑警组织 虽然这个中国干掉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头 但是这些国际化组织目前 听中国的可能性比较小 一旦西方一致行动 中国的情况变得会更加艰难 那么我们会等着看 G20之前川普总统会怎么样去出招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谈这么多 谢谢大家